OK,各位看官别来无养,我是远生 正如标题所言,这是一期SketchUp积雪节目的教程 话不多说,直接开始教学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四个插件 顶点编辑2,Scouter,挤出插件,以及SUBD 注意,顶点编辑一定要是第二代,顶点编辑1是不行的 在正式建积雪之前,我们需要一个积雪的存在对象 这里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物体,石头 石头的建模很简单 首先拉出一个盒子,打组,给上一个曲面细分 转普通网格,柔化边线,给上一个深化地表 用顶点编辑稍做调整,最后赋予材质就完成了 下面开始建立积雪 先画出一个大小合适的面片 拉出对角线,方便设置轴心 对面片进行打组,将轴心设置为面片的轴心后 删除对角线 然后打开Scouter将面片散步到石头上 在参数里面设置散步类型为均匀 XY的间距设置比面片的大小稍微小一点 抖动改为0 破度范围根据情况进行设置 对所有的组件进行炸开 用顶点编辑里面的容差焊接 焊接相近的点 手动微调平面后方便后期挤出 用挤出插件将所有的平面挤出适宜的厚度 柔化边线后为整个雪的组件添加涡轮平滑 转普通网格后用顶点编辑进行松弛 这里可以多松弛几次 然后对顶点再次编辑 抹出生成处的雪的体块感 全部完成后可以对整个雪添加深化地表丰富细节 不过这个操作会等比较久 同理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方式 在屋顶、篱笆、草地等物体上建立积雪 虽然说在SU中做的雪的效果并不如3DMAX 但至少做到了够用